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鲜蛋包社 老人家常说多吃水果对身体好 世界上也有很多种水果可以供我们选择 但是好像我们日常能接触到的都已经差不多吃腻了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找些特殊的来尝尝鲜 可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的果子都是可以食用的 南美洲贵亚纳巴西和加利比海等地区有一种非常神奇的树 在这些树上挂满了一棵棵硕大的果实 就像是挂着一大串炸弹似的 据了解当地人喜欢称这种树为炮弹树 通常可以高达27米 喜欢高位湿润阳光充足的环境 但这些并不是极客树的神奇之处 厉害就在于炮弹树它真的会爆炸 果实撑出后内部有许多硬体种子在遇到外力敲打时会造成爆炸的效果 种子喷射出来力度极强 有时候过颗碎片甚至能飞出20多米之远 过路的人如果不小心的话还会被炮弹树误伤 这简直就是小型的手榴弹啊 但是你可能很难想象到这炮弹树除了有炸弹这一特点外 它所分泌的枝叶还能直接做汽车的燃料 所以往往人们都是为了索取枝叶才让炮弹树的果实爆炸的 看来这个炮弹树还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大家逃命带上一个绝对是神器啊 又能防身还能加油什么的 不过玩笑归玩笑 制作使用炸弹可是违法的哟 好吧希望地球人不断的作妖 让我们继续吐槽世界如此枯燥 新闻也需要请点海部店 关注你是带当什么呢